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只发了三个offer 还是非常happy你们都去的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想就是还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等都出完之后 然后再跟就是您确认一下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time 说加拿大学学会出 美国的我感觉基本上出差不多了 出现第二轮 好的好的 假设给问你当前的想法 你怎么就是 我觉得如果有UCLA的offer的话 可能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读 我觉得我感觉 现在这个情况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可能这样 就是我之前听您说 您说可以就是明年再升一波 然后我是想的 就是如果今年有一个好的数学项目的话 然后我就去读数学去 然后如果要是没一好的数学项目 那我就明年再升一波 就是主要升级元机了 因为就是数学我肯定明 就是这辈子升不到好的 我估计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今年是唯一一次 然后我就是看数学的 然后之后就是数学不行 那就明年搞机缘机去 那你觉得UW这个项目算一个 那你更prefer 今年直接去读书呢 还是说更prefer 其实我想 我还是更想就是 今年去读pgd 但是就是因为您说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 按您说就是如果没好的 那我就再读一年八四去 其实我但我个人是想就是今年读phd 就是今年毕业之后 那就是说你不管什么学校 你都是ok的是吧 就是你prefer 你都无所谓 对 其实我没太大的 可能就是我家里会会有一些 就是他们想喜欢的吧 你家里有ok为的这个学校吗 比如说就是唐木这个学校 或者Rest 我估计他们更喜欢莱斯一点 然后因为就是他们就是看排名的那种啊 所以估计我会就是很大程度上取决 因为我个人其实无大所谓 但是就是他们就是我会看他们 或者看人这块怎么说 嗯就Rest那个老师我不熟啊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然后好的 唐木的话就是说嗯不管是哪个学校 我感觉就是说嗯那些新的ap 他们还是希望可能跟你有很多interaction的 嗯嗯就是像唐木和Rest两个老师啊 嗯嗯好的 你你觉得你你希望找一个没人管你的老师呢 还是说找一个希望天天一个就知道有好有有利有弊吧 就是说没人管你老师可能干啥他也不care 嗯你可能毕业可能就是不受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嗯嗯但新的ap的话你如果跟他他觉得跟你很难交流 或者说跟你有一些交流的障碍的话 他可能就会让你换一个老师 然后哦我是想找一个就是能接着就是就是交流比较多 那种就是对但是问题他如果不理解你在说啥 或者说他觉得你无法理解他在说啥的话 你觉得这是问题吗 就是就是这可能他不然换老师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就是以我对教授理解 我感觉就是多磨一磨应该都是能就是 所以开始我感觉那是本科的时候他跟你没有任何 就是说in some sense 他无所谓对吧 因为你博士他就那一个high count 他要带六星带五年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他并不一定会就给你这个权利 或者给你这个可能让你去 你觉得你觉得可能跟他默合个两三年 或者几个月都是ok 他可能不觉得这是ok的 哦对 我比较无二就是说你去了那个学校 他不理解你的时候 他你换个老师你怎么办 啊我就听他的换换一个 那你找不到小一个老师你怎么办 就我我我没想到办法 我想可能就慢慢找就 呃你如果找不到你就只能亏的 那时候你再从一身 可能就你也能从一身吧 但是就就很累了 就是对吧 主要我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嗯嗯 就是我跟其他学员聊聊你的情况 然后就大家的主要感觉就是 你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学生 就是就做事情做得非常快 然后做得非常好 然后但是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呃 或者说跟老师交流的时候 就是不说跟我 就是如果跟其他老师 嗯嗯 那老师很难觉得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学生 哦 他们会觉得你并不知道你在做上 然后你只是在机械性的做一些东西 然后我以前也这样 很多人都可能这样 但是嗯嗯 有个有个老师能力 有个老师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是 你你你你理解我说了吗 是我理我理解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呃 你面试对吧 系绸瑞问你什么东西 你你没有答上来的话 就是呃 就是说其他学生可能会胡说八道这东西 你可能就会说你不知道对吧 对对对 是的 就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呃 对就是 我不知道你能理解我在说啥 就是就是 对我能理解这个 是的 对就比如说你你跟Samsung meeting 你觉得你听懂他在说啥了吗 呃 很就是没太听懂 就是之前 对对 Samsung也这么说的 然后Samsung正在问我 因为声号也跟他meeting了吗 然后 是的 但声号写的文章可能是你的零头 就可能是你的十分之一 你知道吧 嗯嗯 是的 Samsung就问他就为什么 就是说感觉你看上去并不知道 就是 就就跟他的meeting感觉 他就感觉声号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跟你meeting感觉好像 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就是大概这样一回事 是这个事情很常见 我以前也这样 我是现在可能都是这样 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但我每天干就是了 对吧 是 我我可能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那我就分配一些任务 这其实没什么错 但是有些老师他的 他的见识比较浅薄 他没见过这样的人 是是 你能直接我说的吗 对 我能理解 是的 这个时候就会存在 他可能不想当一个 或者想换个老师 哦 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个 就是比较signal老师 这个老师 愿意学生想干嘛干嘛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也 他看你每年写很多paper 他就不会特别在意 你到底 能不能说清你在干嘛 因为你可能心里是明白的 但是你说不清 是的 就我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很正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在学习圈里一半一半 有些老师他们坐在腾脑中 他说不出来讲不出来很好talk 对吧 嗯 这本来就是一个你说 我是他给我解释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太计算机了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跟所有就是 就是过去这一年 我跟好多计算机 就是的教授 或者grad student 就是我觉得都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数学的是交流 我觉得是没太大问题 对就是说他给你解释一些bank ground 可能非常计算机 但一些涉及到一些计算 非常数学对吧 对对对 那些低调的计算 你其实让你操作起来 是你是可以操作的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上过计算机的课 你的计算机concept是理解不了的 对对对 你知道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让你和维新做同样的flags 我发现这件事情了 哦哦 是的 我发现维新能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维新他好像操作起来 没有你就是快啊 嗯嗯 他能理解这些课 你让他讲的那些 我觉得讲的皮股都好 讲的头头都知道了 我觉得讲的非常好 皮股讲的都好 我觉得 但是你让他做些东西 他做不出来 就他可能 但是让你让你讲 你讲的就是一腿乱麻 你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你在讲啥 但是你做的这样好 就人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非常合理非常正常的啊 嗯嗯好的好的 但是就是说我会告诉你 就是说像维新这种学生 老师可能对他忍在性都会大一些 哦哦 因为更多老师喜欢talk 是的是 而不是喜欢打字 是的 就是我是少数可能比较喜欢打字的人 大多数老师就喜欢BB 就是跟你说话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就是说像维新这种学生 可能老师可能会对他 有个一年的人来限度 嗯 或者容忍一些 但你这种学生 他可能只有对你半年 就是或者说断 哦 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事 因为你很难 因为你如果不能听他说啥 你根本你们根本走不到 打字的那一步 对是 对吧 维新能听懂别人在说啥 可能维新走到打字那一步 这个老师会觉得他打字非常慢 对对对 让他生气的 但是但是那会儿可能已经突然 把它开了 是的 但是你这种情况就属于 你无法给他这个耐心 让他相信 就是说你会打字 是的 就是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 然后我跟别的学生 和别的教授聊 他们就说 你你觉得你 你去读一个master 或者说 你觉得你需要几年的时间 就是说 呃 能就是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给别人 让别人觉得 你能知道你在干啥 就是讲的比较好 或者说你对于 计算机有一个比较 highlight的concept 你觉得你需要几年 我觉得上一年课 我觉得应该就行了 但是 对 你觉得你上一年课就可以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 你觉得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你没有上过计算机的课 就所以不理解计算机在干嘛 对吧 我 我觉得是 就是一些特别基础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懂 但是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不懂的一些东西 就是 OK 之前微信跟我说 他经常看一个李鸿毅老师的视频 讲一些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那些东西 就是 好的 就是我的视频讲的东西 大部分是在处理 就是科研里面的政治问题 对吧 对 是的 就是这个可能属于就是毕倒的忘了死 对 就是 就跟我做科研的学生可能不需要处理政治问题 因为你们需要处理的政治问题都被我已经处理了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不需要看这东西 然后所以我感觉 呃 就是李鸿毅那种课可能对像历陈这样的学生可能 邓丁川可能也不需要 但我觉得对你这种数学办法 你看一下可能有一些帮助 但我觉得你也不一定完全有帮助 因为你可能还需要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 你还知道需要什么是编译原理 以及什么是网络的网络设计什么东西 对对对网络搭建这种就是TCPIP什么比特下载什么这种东西 是对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些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你如果觉得你需要上一学期课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呃 但是你接下来就要申请了对吧 如果你上一眼的项目的话 比如说你秋天就要申请了 对 你可能没有时间呃上一门课对吧 你你下来那个学期只有三门课 你还要上数学系的课 我可以去问别的学生 看到网上有没有谁讲了 就是呃 计算机一些就是科普类的就是或者说偏 也像大一大二学生的一些报道 就是我感就是我跟别人聊 他们就是我的事情本质上就是说呃 可能面向那种就是已经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写paper 然后但是写paper里面就是写论文的工程会stuck 或者说会卡住会不开心会发生政治纠纷 然后可能就是看我的视频会有一些帮助对吧 是的 但是如果就是对写论机没什么概念的话 可能这玩意你让我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可能只知道怎么解决书生这问题 是 呃对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从最近开始看一些这样的课吧 找我可以问问微信有什么这样的课 好的好的 然后发给你看看的 然后就是你如果去读博的话 你前两年就是 就是我感觉去读master更多就是一个缓冲器 就是by some more time 是的 啊这是我的感觉就是啊 就你至少对计算机 你你本课没有上过一门计算机课是吧 就 呃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搞python 对你没有上过什么啊 alguism and data structure 没有 那些没有 就是只有一节python python ok什么compiler什么的 opportunity system都没有上过是吧 对对对 是的 那些课其实你不需要考试 你也不需要去每天上 你只需要去跟刷一些视频一样 就or 当个娱乐视频or 看一看 嗯 我觉得他就会对你对计算机 在在干啥就是有一个就是计算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可能会好一些啊 嗯 嗯 就是我我觉得就是你通过上些课能fix你这方面的就是vickness 可能50%60%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还是需要花时间去去fix 我不觉得这也是能通过上课解决啊 好的好的 我可以问问圣号本科是就是本科是什么系的啊 对我印象里是一年 对那你想你如果一年的话你今年年底就要升了这也很紧对吧 如果如果说两年的master的话 哦对 对你想 是的 你没有升一些两年的master项目 没有我就没升master 他们就是给我目不到那边的 嗯 嗯 你也可以问你的一些学计算机的同学吧 看看他们有什么推荐 就我我觉得你如果来UW读master就是比如说你上数学系的一些课 你还是要去应该去旁听一些计算机的一些课 我觉得会就是就你 你不需要每周去你就你就两周去一次 好 在课上睡觉或者打个戏或者写配本 爱干嘛干嘛 就是好的 好好去听一听 我觉得就对你对啥是计算机就是会有一定的了就是你不需要真的去编程 但你需要知道有一个sense就是计算机大概是是个啥吧 我觉得啊 好的 就是我感觉大多数老师他很难告诉你 你要做具体任务是啥 就是你今天要做一二三四 是的 大多数老师只是跟你进行一些就是非常哲学的一些discuss 对对对 然后你需要去自己通过这个哲学的discussion 自己去提炼或者去学习或者去思考 就是你应该干嘛 呃 那个那个新的学生叫什么 就是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写litex也不知道怎么去加原因 嗯 然后现在就是说你需要get他把litex敲对 然后就是把别人文章一些写的一些呃不好的statement 就是写成我们的那种比较好的风格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然后每个证明加原因 好的 然后我们有空可以三个人一起meet一下 好的好的 就是现在主要叫他写litex 你有钱之后比较忙啊 好的好的 对我可以打电话有空的问一下谢卓卫 但我感觉就是呃希望不是很大啊 然后就算就是你去跟谢卫卫的话 就是就是Samson的意思也是这么说 就是说他说如果你去他那读博的话 就就是你不太可能就是我这么说 就是你在一两年内你不太可能理解这这哥尔 他们在说啥就是慢慢的你可能会适应 以后可能会好一些啊 这都是有过程的这很正常啊 嗯对行吧那先这样 嗯谢谢你 好的拜拜 拜拜